高龄长者的交通安全 大家都很关注为了高龄驾驶人 就近提供驾照不辛苦奔波 台中区监理所在台中市各区区公所 轮流注点服务 这天来到南屯区公所 现场也强化交通安全宣导 并且和卫生所也到场和长者进行健康筛减 三方的夸单位合作 让长者们一次完成洽工服务 大家都相当肯定 由台中监理所同转 耐心的向民众介绍起交通号制及规则 怕长辈听不懂 更用了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表达 这里是南屯区公所 为了服务高龄驾驶的民众 台中区监理所特别开办住点下乡服务 来让民众可以更加便利 他满75岁 就每三年就要来做一次的体检 还有认知测验 我们来确认他是不是能够符合上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到外面去的一个资格 那我们经过测验合格之后 那我们会换爬给他断期的驾照 公所是一般民众都知道的地点 所以结合监理在卫生所跟我们一个很好的公所的地点 能够提供一个联合的服务 台中监理所也表示 透过换照的机会同时加强宣导入口的安全意识 降低高龄长辈交通事故发生 而现场更结合了卫生所来替长辈健康筛解 也关心长辈的身体状况 先看他认知 然后测试他刚才的行动能力 像我们就是不服东西就可以站起来 我双手抱胸 那看他坐午下他的时间 他如果就是坐的时间越快 表示他的行动能力越好 那有的长者他不容易起来 所以他要起来一下就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去测试他的行动能力 人家他总是到我们北屯路那边总是比较远 那我们希望跟各区的区公所来合作 像我们今年到现在已经办的时长 大概已经有932个人 已经完成了这个换发驾照 或者说注销驾照的一个动作 我们如果这样说 不然一个人去那里 那么多人 大贝人家看不到一个人 要看不到一个人 三方的跨单位合作 让长辈免去周车劳顿的麻烦 节省了不少时间 而对这样的服务 也都表示相当正同 台中监力所表示 从换照到上路 全面要守护长者的行程安全 与身体健康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